洋葱在脚底睡觉的好处 第一次听到这种偏方的人,多半会觉得那是骗人的把戏 但当他们发现那真的有效时,会感到惊讶不已 这种偏方有用的原因在于洋葱净化空气的效果,可以让空气更清新 因此,当你一直咳嗽时,洋葱会奇迹般的发挥作用 不过,唯一的缺点是房间内会充满洋葱的气味,但你可以使用各种芳香剂来中和气味 洋葱具有特殊的特性,因此传统医学界高度重视洋葱,许多国家也有用洋葱入菜的美食 本篇文章,我们会说明洋葱在脚底睡觉的好处 为何要在脚底? 很多人会忘了脚的健康,一般来说,我们只有在脚受伤,或脚步冰冷的时候会关心一下 事实上,脚底有许多与重要器官相连的神经末梢 这些连结点可以称为经络,这些经络对应助穴位,其中含有电位场,当受到刺激时,可以让能量进入身体各部位 因此,在脚底放洋葱切片时,会将洋葱的有异特性,例如清洁,杀菌,直接透过经络进入到人体 洋葱在脚底睡觉的好处 一起来看看这个家庭偏方的好处 1.远离感染 洋葱是天然的抗生素,将它们放在脚底,能将抗生素传递到任何受感染的部位 不过,它不能取代医疗用抗生素,而是能辅助做更有效且快速的治疗 2.加速毒素的消除 毒素是血液中的残留物,当身体聚集毒素时会影响健康 羊葱中的磷酸像磁铁一般能帮助身体更快消除毒素 定期做这种治疗,长期就能改善你的健康 3.身体保湿 你知道洋葱含有90%的水分吗? 从磁味的角度来看,经络能将人体所需的水分平均分配到身体各部位 因此,如果你没有喝水的习惯,我们强烈建议晚上睡觉时,将洋葱塞在脚底 4.增强免疫系统 洋葱含含维生素 1.和维生素 C.这对维护人体的免疫非常重要 此外,这些维生素也是良好的抗氧化剂,能减缓细胞老化 因此,你可以不必靠手术和药物,经由洋葱就能进行抗烙治疗 如何洋葱在脚底睡觉 洋葱有很多品种,最好的是白洋葱和红洋葱 你可以选择一种较容易买得到的品种 将洋葱切片,然后放到脚底板,那里具有刺激经络的功效 套上一双袜子把洋葱包住,然后去睡觉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,皮肤可能会残留洋葱的气味 我们建议用补锈钢制的东西在脚上摩擦,这种方式能去除洋葱的气味 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,但这是消除气味最好的方法 如果房间内有气味,你可以在床头柜或抽屉内,放一点柑橘和丁香 就能慢慢去除气味 当然也能用一些喷雾形的芳香剂来消除气味 最好能选用效果较19的 这个偏方保证有效,你可以每周使用一次 当作辛苦工作一周后恢复精力的方式 不过我们建议每晚都使用 请放心,只有好处,不会有副作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